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莱斯近日访问大陆 但央视英语新闻却在播报时 错误使用美国前国务卿莱斯的照片 有网友计讽 央视太离谱 但也有网友透露 不排除是江派故意弄错照片 在莱斯与习近平会面前搅事 在苹果新产品发表会举行前 中国大陆流出宣称是iPhone新机的 影片与相关资讯 据传此原因导致大陆丧失 心机首卖权 中国大陆广东东晚传出回收商 因为争抢搜水油爆发斗殴 因为搜水油附加价值高 一顿可卖到人民币四千元 但回收成本不到一千元 日本言论NPO公布最新民意调查结果 先是在七月至八月期间 日本上千名受访者 对中国印象不良的人 高达百分之九十三 创下新高 新唐人亚特电视整理报道